315来了 全国各地有很多消费者投诉的案件 有一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不太知名的演员 控诉一家知名的五星级酒店 根据这位女演员讲 某一天她入住这家五星级酒店之后 突然有了便意想到厕所 于是她直接就进到了房间的厕所之中 顺手把门关上了 这是一个非常惯常的操作 而且人家还有好习惯 上厕所不带手机 防止入厕时间太长 结果这个好习惯差点要了她的命 据她讲 当她方便之后想出门的时候 发现门锁坏了 厕所的门打不开 尤其是她又没带手机 更关键的是 一般咱们知道五星级酒店的厕所中 都是有电话的 这个电话是可以打给前台的 可是她发现 这个救命的电话 在关键时刻是坏掉的 而且这个厕所 大概只有两平米的空间 没有窗 门被锁上了 任凭她不断的砸门 叫喊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走廊上的人也不会听到说 房间里的厕所的门被关上了 锁坏了 打不开 有人在呼救我 于是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自救 她想方设法之后 终于把这个门锁给破坏掉 逃了出来 按她讲 如果在那个狭小的密闭的空间中 再多待一点时间的话 她真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可能 因为窒息而死于非命 更关键的是 当她把这个事 反映给酒店相关管理部门之后 人家酒店至今 没有对她做出任何的抚慰或者赔偿 她觉得 这是一家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 房费一晚上就要几千块钱 结果 他们对自己的设施老化 汇出问题 没有做任何的考虑 同一时间门锁坏掉了 电话坏掉了 幸亏她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女子 如果真是碰上一个老弱富儒的话 说不准会有更大的惨剧发生 所以她把这个事情抛出来 要警示大家 更要告诫所有酒店 要做好对自己辖区内的管理 这个事我觉得 我们当然要要求酒店 把自己的各项设施搞得非常好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咱们也真得有一定的经验 什么经验 那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千万不要理所当然的相信 所有物品都是好用的 比如说 你真到一个酒店去住宿的时候 好歹咱们先试试 房门好不好用 厕所的门好不好用 甚至我真是建议 就别养成一进厕所 就关门的好习惯了 尤其是厕所的电话还不好用 厕所连个窗户都没有 最不济 你也得把这个手机24小时拿在身边 没办法 咱们就是有很多酒店商家管理不严格 所以我们消费者就只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方式 保命 我们下期养社区多 toma法